皇帝的圣旨要多久才能传播到全国 首先圣旨这种东西 不是说都要告诉全国老百姓的 因为大部分皇帝的圣旨 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没有什么大的影响 普通老百姓他不仅不知道 而且呢也不关心皇帝说了什么 比方说像册封 赐死 任命 这一类的专项性质的 只要是给当事人就可以了 除非遇到了重大的公众事件 比方说移民 改革 大赦 或者说改元 颁布新立法 这种和广大人民群众息息相关的事情 才会需要通告全国 而像这种官方文件 也会因为每个朝代的疆域大小 以及当时生产力的限制有关 比方说汉代 当时的旅后给南越国下达过一个圣旨 要求停止双方的铁系贸易 南越国位于今天的广东一带 汉朝时期中原通往这里的路只有一条 即使是在当时最快的速度之下 这道圣旨前后也走了一个月才到达 等到了清代 时效性就提高了 比方说清代从顺治13年 也就是公元1656年的6月份 开始颁布了金海令 此后东南沿海就开始了全部内签 到了康熙元年 也就是公元1662年的时候 当时的府政大臣敖拜 就曾经进一步的下令 要求从山东到广东的各省 其沿海地区所有的老百姓 全部内签五十里 不仅要求搬家 而且还命令当地的官员 要将沿海各地的居民房屋 全部摧毁 在沿海地区制造大量的无人区 他不仅不让居民下海 还不能够助人 到了康熙元年的二元 朝廷派遣了科尔坤 戒山两个大臣 到广东沿海去巡视 从这就能看得出来 清初的时候 朝廷的一个重大的民事调动 仅在几个月内就可以基本完成 当然啊 这个过程可能有些残暴 而在清朝之前的明朝 对于朝廷的命令 下达各地的实现 都是有相关的规定的 在大明一统文武诸司 衙门治里面 就说明了两经十三省各地的布正斯衙门 其行政命令下达的最低实现 其中最近的济南要求20天之内 而最远的是云南的农川玄伟寺 最少要189天才能够到 当然啊 这个不是说朝廷的命令 必须要直接到达 而是朝廷的命令下达到省级之后 还要有省级一级一级的去下发 中间不会出现跨级 这就导致像辽东这么近的地方 需要60多天 因为明代的辽东归山东馆 命令要从京城先到达济南 然后再一点一点的到达关外 可见在没有新闻联播的时代 大多数的时候 老百姓很少会直接知道上面要干什么 这就解释了 为什么说基层组织出现之前 中国只有地主阶级能够调动地方的百姓 毕竟他们才是封建皇权 能够直接伸到的地方